我们即将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 那在课程正式开始之前 在这边跟大家说明几件事情 第一个是今天的课程呢 结束之后请大家记得要写议券 而之前大家如果有参加线上课程的话 这些线上课程的资料 影片全部都在Cononite上面 那课程的讲运也会在这个展现行里面 记得大家 那如果大家在这个过程里面 上课过程里面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 可以把这些问题写在文件里面 那当然如果已经有参加过几回的朋友都知道 就说我们的文件如果呢 文件数超过 前文件数如果超过50个人的话呢 我们会送091 如果呢 文件人数超过100人的话 我们会送Go4CF5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上次课程的这个幸运得主是谁 上次的课程问卷呢 基本上总有超过50位朋友前的问卷 但很可惜没有到100位 所以呢 我们这一回所赠送的礼物就是停酒器 那我们恭喜这个吴先生小姐 应该是吴先生 获得这一个停酒器还蛮赞的 所以接下来 如果你们在这一场想获得Go4CF5的话 记得大家要努力点击一圈 通过这100人 大家就有机会可以获得Go4CF5 请不吝点赞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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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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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聽得到嗎? 聽得到嗎? 聽得到嗎? 有聲音了 不好意思,剛剛有麥克風上的技術問題 那我們現在就正式開始課程 還好大家還沒有Lost 掉什麼東西 大家好,我是 Eng 在微軟負責OBIS 365 以及 Power BI 那我想今天這堂課要跟大家分享的重點 應該是 Power BI 這一個新的工具 怎麼樣可以幫助大家 除了做以前 比如說我們在 Excel 上面 或者是 BI 工具上面 常做的這些企業內部報表事情之外 那 Power BI 如何可以再擴張到 外部的資料來源 特別現在電商很夯 比如說 GA 的資料 或者是 FB 的資料 甚至有的客戶可能用 Sales Force 等等的 這些資料怎麼樣可以透過 Power BI 很快的連接進來 然後整合在一起做分析 我想這是大家今天參加這堂課的一個目的 因為考慮到網路的關係 所以我把所有的 Demo 全部剪成投影片 之後如果有興趣有需要 我們再做進一步說明的 當然可以在問卷裡面直接寫需求 我們可以再進行到貴公司拜訪的一個安排 我想我今天把內容分成三個部分 我們先談一下有關於 Power BI 的特色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微軟會有 Power BI 第二件事情是怎麼樣透過 Power BI 來做設計 以及現在 Power BI 可以延伸到哪些應用的範圍 以及客戶怎麼樣來去做 Power BI 的使用跟應用 第一件事情是 Power BI 的特色 我想在這邊先讓大家了解一下 這個是 Forrest 在 2015 的一個報告 目前微軟在敏捷商業智慧的平台 基本上是在領導者的角色 為什麼在領導者的角色 我想這幾個部分 其實其中最重要的特別是對 廣大的熟悉的 Excel 的用戶來說 如果今天你的工具是除了 IT 使用之外 希望你的使用者也能夠上手來使用 很多使用者基本上是習慣 Excel 的 所以當接觸到其他工具的時候 他們會覺得格格不入 所以 Power BI 基本上受歡迎的原因 是因為它幾乎是跟 Excel 一樣 它的這些機制也是從 Excel 原生出來的 第二件事情就是在 Power BI 上面 它有運算架構的 記憶體運算的一個機制 並且它可以支援混合架構 連接地端的資料 因為 Power BI 是雲端服務 所以這一點就跟我們與其他的友商不一樣的地方 整個 Power BI 設計 我想等一下我在後面會提到 怎麼樣用預設的 以及我們在 Power BI 上面 可以引用或者自行開發的方式 讓你的圖像更為豐富 以及最後一件事情是 當然對整個使用的成本來說 單一使用者來看的話 相對的使用成本是比較低的 那這個是 Forest 告訴大家說 微軟在商業智慧的評比 那為什麼微軟會 Announce 這樣的一個 Power BI 的產品 其實主要有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為了因應行動化 如果有在使用微軟商業智慧工具的朋友 應該知道說在 Power BI 之前 或者你可能用過 SharePoint Reporting Service 或者是 Excel 這些東西對行動化資源相對比較不足 因為過去我們作業環境 大部分是在桌機電腦上以及瀏覽器 但現在人手一機甚至人手多機 所以行動化這件事情變成一個趨勢 那我們為了行動化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開發出了 Power BI 這樣的產品 第一件事情就是讓大家 當把報表做完放上去之後 其實在所有的行動裝置 跟瀏覽器上面都可以看得到 而第二件事情是 Power BI 我們剛剛在前面提到 Forest 告訴大家的 它可以做混合架構 所謂混合架構 就是可以連接地端的資料來源 那除了連接地端資料來源之外 Power BI 同時可以連接 現在大家常用的社群網路上 或者是社群服務 雲服務上的這一些資料來源 而這些資料來源 天上的跟地下的 可以全部整合在一起 做成一份報表 然後發布之後呢 就可以在行動裝置上面來做展現 而同時以微軟的Total Solution 來說 今天如果你想要發展IoT的報表 比如說生產線上面的即時資料 或者是你的網站上面的log 即時分析 這些IoT的應用呢 就是透過Power BI來去做展現 第三件事情 我們跟別人最大不一樣的地方 是在這Power BI上面 你可以自行開發視覺化的物件 所以在畫面上面正中央Visualization的這個部分呢 是預設的 而往右邊一個圖 或是兩個圖 這邊你們所看到的 全部是我們放在Power BI Video網站上面 公開可以直接下載 比如說我們的朋友 或者我們的廠商開發之後呢 直接分享出來給大家的圖像化物件 當然如果你有需求 你也可以自己開發自己的報表的 圖表樣式 甚至比如說廠區的平面圖 然後連結資料來去做整合分析 所以這三件事情 其實是Power BI跟 是Power BI最大的一個特色 再來我們談到說 怎麼樣來去做Power BI的一個設計 其實Power BI 它確實是一個新的平台 是一個新的工具 所以在這樣的狀態裡面 我們新的工具就是使用 Power BI Desktop 來做設計 所以透過Power BI Desktop 可以載入巨量資料 那在這裡面 比如說你的記憶體如果是4GB 4GB的記憶體的話 那電腦是64位元 它至少可以載入千萬筆的資料 1000萬筆的資料 來去做資料分析 那在這裡面呢 它是透過記憶體運算 所以Performers 基本上在4GB的記憶體的電腦上面來說 基本上效能是不會差的 那Power BI 它除了連接我們常用的文字檔 或者是資料庫的資料之外呢 它也可以連接社群網路的資料 那也可以連接哈杜的資料 所以當這些資料來源連接進來 做完報表之後 我們就直接做一件事情 就是發布 發布到Power BI這個雲端服務上面 那接下來 在行動裝置上面 就可以看到這些報表的內容了 那至於速度有多快 我想等一下在後面說明裡面 再跟大家做進一步的說明 好 那怎麼樣做Power BI的操作 我剛剛前面有提到 Power BI的操作 或者Power BI它的機制 原生至Excel 所以呢 它的資料擷取的方法 還有做 所謂資料 結構 或者是模型的方式 還有呈現的方式 基本上跟Excel 大致相同 所以呢 不管我們用Excel 或者是用其他商業智慧工具 一樣的我們需要把資料 拉近 或者是載入到工具上面來 那在modeling的部分呢 比如說我們在Excel上面常用的是 透過Vlookup 把不同的 活業部之間的資料 做一個串連 其實這件事情就是在做modeling 那串連目的是什麼 就是要長出一張完整的 這個Excel 的表格 然後可以做樞紐分析 那這件事情呢 接下來在Power BI上面可以很容易來去達成 那最後一件事情就是做視覺化的報表了 好 那在這裡面我想簡單的說明一下整個 Power BI 拉資料的一個過程 以及modeling的過程 那在這裡面 Power BI 它 拉資料的時候 如果有朋友在Excel上面有用過過去的 在Excel 2013上面叫做Power Query 那在2016之後呢 被并入這個Power Query的機制被并入了資料 這個功能裡面來了 所以 這一個Power Query的機制呢 或者現在 長在Power BI上面 連接資料來源的這個方法 基本上 我們在做Excel 樞紐分析之前 我們可能要做欄轉列 列轉行 或者是去除重複值 或者是 來去做欄位值的轉換 這些事情過去在Excel上面啊 你是沒有辦法去做每一棟的回溯 你也不知道 你上次做了什麼 除非你用回复到上一棟的方式 才能夠回复到之前做的內容 但現在我們看圖的 右邊的地方 你會看到在這個地方呢 有類似一個一個的小步驟 這個步驟呢 其實就是告訴你說 你剛剛做了什麼樣資料結構的變更 或者比如說剛剛舉的例子 你做了欄轉列列轉行 這些事情全部會被記錄下來 所以意思是說 你做錯了一棟 其實你都可以回复到上一棟 或是再回复到前幾棟 從那些做的步驟再重新開始 那這個就有點像簡單的 對IT來講 資訊人員來說 這就是一個簡單的ETL 所以Power BI在接資料的時候 你可以是一張完整的大表 當然你可能連接外部資料的時候 它不見得是已經做好的資料內容 所以這時候呢 可以透過Power BI來做資料的一個整理 那第二件事情是當資料進來之後 我們在左下角的地方 應該有看到一個像資料庫關聯圖的概念 這一張圖呢 基本上就等同於我在Excel上面 透過Vlookup來做資料連接的方法 只是現在變方便了 以前是IT做的事情 現在呢 如果User自己熟悉SS這樣的工具 或者這邊稍微學一下 只要知道把氣質關聯起來 這時候它就可以用拖拉的方式 很簡單的把過去要下Vlookup的事情呢 透過這圖像畫的介面 把資料串連起來 接下來就可以來去做交叉分析 那在畫面的右手邊這個地方呢 我們會看到 這邊好像有一個新的運算式 那這個運算式呢 基本上它所使用的函數 我們跟Excel78%是相同的 所以比如說我要去計算 年成長率同期比這樣的一個概念 這時候呢 透過大家已經熟悉的Excel的運算式 其實就可以把 這個新的量值給計算出來了 那這個量值一開始當然不熟悉 那其實我們在官網上面 有很多的範例 只要把這些範例呢 拉下來之後 欄位名稱改掉 其實就可以套出這些運算的一個結果 所以當你把資料拉進來 然後呢 把報表的結構做完之後呢 那接下來呢 在這裡面就透過圖像畫的物件 來去設計報表的內容 那整個設計就是點選蹲破啦 如果有朋友曾經用過Excel上面的Power View 基本上它的設計方法就跟Power View一樣 最後做完的報表就是發布到Power BI網站 那在Power BI網站你要做發布之前 當然你必須要賬號 那這個賬號的申請 等一下我在後面會說明 好 接下來呢我想用幾個靜態的簡報圖像 跟大家說明一下 這個怎麼樣透過Power BI 來去連接GA的資料 然後並且整合了Excel銷售資料 來去做一個整合分析 那在畫面上面其實這邊呢 所看到的是Power BI Desktop的介面 那畫面上面 基本上大概就分成上下兩個部分 上方就是工具列 下方就是整個Power BI報表設計的一個介面 那在這一個畫面上面 其實我已經簡單的做了一個半成品 這一個半成品 你會看到它有使用者的技術 然後它有左邊有行動裝置跟使用者的一個數據分析 並且有通路 這個通路來自於搜尋引擎 來自官網或者Facebook 那還有每個小時的瀏覽人次 以及在右手邊的一個地圖分析 現在畫面上面這張報表 它的資料來源是來自於GA 來自於Google Analytics 那在這畫面上面 我想透過Power BI 接下來這邊我們看到的 Power BI如何來去連接這些資料來源 其實就是在資料的地方 在上一頁這個地方 取得資料的位置點下去之後 在這裡面我們簡單看一下 目前Power BI可以連接的資料內容 有分為檔案、資料庫、A9跟線上服務等等 所以我們如果常用的是Excel檔或者Json的格式 現在Json的格式也可以直接接進來了 或者是資料庫 資料庫包含支援到SAP的HANA跟BW 甚至像我做的範例報表裡面 有A9的有GA的資料來源 當然如果你有A9的服務 你可以透過Power BI來去接A9的資料庫、資料倉儲 而如果你有線上服務的訂閱 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有Salesforce 然後有GA 甚至有FB 下面其實還有更多 所以總共可以接的資料來源 基本上大概有三、四十種 在這裡面還有包含其他的部分 像如果你有這件Hot度 甚至我們有客戶他是用Spark 如果你有在開發R 在這邊可以直接載入R的封裝 把R的資料、運算資料 直接秀在Power BI上面來去做統計圖表 那這些資料 基本上像我舉的例子 GA的資料 當然你必須要登入GA的帳號 在Power BI的介面上面 登入了GA的帳號之後 就可以取得GA的資料 那接下來GA資料取下來之後 就可以來去做 剛剛我所做的這個報表 那接下來動作裡面 我因為GA的分析裡面 我想知道說 GA上面有這些瀏覽人士 但是跟我實際的交易次數 跟交易金額 到底是有什麼樣的關聯性 人數增加的時候 是不是交易真的有增加 那人數增加的時候 官網的人數跟FB的人數 在交易上面 有什麼樣不一樣的地方 那過去在要做這件事情的話 基本上就是 如果從User的角度來看 就是User在GA上面看資料 然後把資料載下來 可能變成一個Excel 然後再到資料庫裡面 或者是ITDump資料下來 給User 那接下來User在Excel上面 來去做整合 那現在在這上面 我可以直接去連結 不管你是Dump下來的Excel file 還是你是原來在資料庫裡面的交易資料 這時候透過Power BI 直接把這個資料連接進來之後 接下來做一個載入 它載入完成之後 如同我們在畫面上面看到的 在這個地方 你會看到交易資料載入進來 而在右手邊欄位地方 你會看到有區約的來源 有交易 有日期 好 那 剛剛提到 這個資料進來了 但是 如果我沒有把資料 關聯性建立起來 就不能做整合分析 所以在Excel上面 是透過Vlookup 但是在這上面 我們現在看到畫面上面 我們把交易跟日期的資料 直接透過點選跟拖拉方式 日期對日期 Kids對Kids的方式 直接整合在一起 因為我們想從日期來去看 當我的使用者 GA的使用者增加的時候 左邊的GA的這個 最下面的使用者增加的時候 我的交易次數跟金額 是不是有跟著增加 所以呢 我的Kids就是以日期為中心 那接下來 連接完之後呢 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的 它會告訴你這樣的一個資料關聯 所以 這個資料關聯 假設在你的資料庫裡面 是標準的正規化的結構 在這上面 你把資料表的資料 做載入的時候 這些關聯會一併的帶進來 如果你的資料結構 已經是DataWayhouse 資料倉儲 或是DataMod的情況底下 這邊你會看到的就是 新狀結構 Stars Schema的結構了 所以呢 接下來 在這上面 我們可以直接 在畫面上面 就透過 職業資料 交易資料 跟日期資料 直接做出下面的 這個使用者人次 跟交易次數的一個比較 所以使用者人次呢 是直 直線 直條圖 交易次數是折線圖 在這時候 畫面上面 不是這麼容易看 所以我們可以 在Power BI上面 可以針對 每一個報表物件 做放大 所以在這畫面上面 這個新做出來的圖表 的 右上角 有一個縮放的圖示 那這縮放圖示 點下去之後呢 它就會做放大 所以這時候 我們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在2015的11月跟2015的12月 接近月底的時候呢 有兩次的這個高峰 人次的高峰 那這人次的高峰呢 同時也伴隨著交易的一個高峰 可是這一個交易次數呢 我們會看到這兩次狀態有點不太一樣 第一次的高峰呢 它的交易似乎有延後 第二次的交易 第二次的高峰呢 它的交易是即時發生的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狀態 這時候 我們想看看到底 那時候的人次是從哪裡來的 所以這時候我們點了第一個高峰 發現這個人次呢 我們對照到圖像上的這個圓柄圖 它是來自於FB 然後我們再看第二個高峰 它的人次主要來自於官網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得到接下來的結論是 第一個我們投放的廣告 或者是這些促銷訊息 確實有達到效益 不管在官網上面在FB上面 其實人次都有增加 但是在官網上面的交易 基本上它的人次交易是即時發生的 但是在FB上面是比較慢的 所以呢 接下來的 Action Item是什麼 也許接下來我們就要想想 怎麼樣可以讓我們投放在官網以外的地方 這個交易可以即時發生 那這個就是比如說 IT在幫user 或者user 自己在找 業務上面的問題 以及 需要探討 業務上的解答的時候 透過Power BI 我們看到的 當我點選了報表的 某一個圖檔圖像的時候 這整份報表是可以跟著做連動的 現在坊間的所謂自助型的商業智慧工具 像比如Power BI 或者其他廠商的這些BI工具 其實大家都在看討的就是 怎麼樣可以做這些報表的互動分析 那這也就是以前Excel做交叉分析跟樞紐分析的時候 我們想要達到的一個結果 那 現在在Power BI上面 可以很容易的在圖像的物件上面 直接做360度的這個交叉分析 所以接下來這個報表 或者說我們已經找到了這樣的答案 那我們想要分享給我們的同事 或者分享給我們的老闆 這時候在畫面上面 在畫面上面有一個發行的按鈕 所以點下發行之後 在畫面上面的最上面這一排最右邊 選單有一個發行 當你按下發行之後 它會彈出一個登入帳號密碼的視窗 那這時候就是輸入你公司的帳號跟密碼 或者是你們申請的帳號或密碼 這時候這張報表就會依照你的帳號跟密碼 送到Power BI的這個平台上面 云端平台上面 所以接下來我們在畫面上面看到的 我透過瀏覽器看到的 就是這一張報表的一個結果 那這張這整個Power BI的介面 大概分成左右兩邊 所以左邊呢 這邊比如說有精選儀表板 或者是我的最愛 那通常你發布的報表 它會直接放在左邊的報表的位置 所以我們現在在畫面上面看到的 這一個報表的結果 其實它就是放在報表裡面 所以在這上面 當我們在Power BI Desktop上面的 互動分析的機制 同樣的在網站上面 瀏覽器上面 也可以有這些互動的效果 所以當我點了官網的時候 這是我們可以看到官網的人士的 一個流量 以及它的一個交易 人數跟交易的一個狀況 所以在Power BI Desktop的這些 瀏覽經驗 在瀏覽器上面 或者等一下在配的上面 行動裝置上面 基本上也是一樣的 那通常我們做報表 基本上可能會有很多的面向 像我現在demo裡面 因為比較簡單 所以我這邊只有儀式報表 但是我們在 比如說在儀式有活躍部上面 好了 我們可能會做出很多的樞紐分析表 所以如果我們想從很多的報表裡面 挑出重點出來 讓老闆可以在所謂的儀表板上面 很快的get到重要的訊息的時候 以前儀表板跟報表是兩件事情 也就是我做完了報表 但是我要再另外去設計另外一個儀表板 但現在透過Power BI 把報表跟儀表板 這兩件事情直接連結在一起 所以在這畫面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在這張報表上面 我希望把重點變成儀表板 這時候我可以直接在畫面上 比如說以這一頁我們看到圓柄圖 當我移到圓柄圖上面的時候 這邊有一個圖釘符號 這個圖釘符號 點下去 它就變成了一個釘選 這時候釘選 視窗彈出來之後 你可以給它一個新的儀表板名稱 然後按下釘選 而這個儀表板 基本上它可以跨多張報表 所謂多張報表 意思是不同的檔案的報表 所以這邊釘選完了之後 你可以把你要的這些重點的報表裡面的物件 釘選成儀表板之後 接下來我們在畫面上面看到的 這就是儀表板的介面 所以在左邊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所指的位置是儀表板的GA 資料分析 所以我們可以把報表跟儀表板 變成一件事情 你就不需要重工了 並且在這上面 有興趣的話 大家可以再到Power BI的官網上面 這邊有一個叫做詢問資料相關問題 這個意思是說 接下來在儀表板上面 你可以用查詢的方式 比如說 2016年 通路的使用者數的分析 在這樣的一個查詢裡面 它就會自動幫你做出統計圖表出來 這個是Power BI上面的QA查詢 透過這樣的方式 其實你老闆可以在上面 或是使用者可以在這上面 去透過查詢的方式 就是找出原來在統計圖表 或是儀表板上面 所沒有的數據分析出來 那這時候可以節省 大家再重置報表的一個時間 那這樣的一個結果呢 你在瀏覽器上面看到的 跟你在配的上面看到的 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現在畫面上面所看到的呢 像剛剛我們在瀏覽器上面看到的 GAA分析的儀表板是左邊的 那這個儀表板點進去之後呢 它可以進到報表的層級 所以呢 右邊這一塊 也就是在iPad上面報表顯示的結果 同樣的在這上面呢 可以做互動的一個分析 你點了統計圖表 它一樣有這種交叉分析的一個效果 那我們到目前為止 你會發現 那我現在做的這個Power BI Desktop的方法 跟Excel好像一樣啊 但我當然不希望我做完的報表 每天我都要在肯愛端 用這個Power BI Desktop的工具 來去做資料重新整理 然後整理完之後呢 把昨天的交易資料update完之後 然後再丟到網站上面去 所以在Power BI 它怎麼樣一個雲端服務 怎麼樣來去借接地端的資料來源 這時候就是透過Power BI Gateway 來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如果你的資料放在資料庫裡面 或者你有SQL Server的Energy Service 你想直接透過Power BI 來達到可以自動你做完的報表 來達到可以做排程更新 甚至當我打開報表的時候 它可以直接看到 撈到資料庫裡面最新的狀態 這時候就是透過Power BI Gateway 來去做這件事情 而這個Gateway呢 主要就是保護你的資料 從你的資料庫或是地端的資料庫呢 到Power BI這個雲端服務上面去的時候呢 這個通道是被加密起來的 所以我們目前的客戶 基本上資料庫之外 他們現在其實有使用Cube的話 而Cube裡面呢 可能通常都綁了User 看資料的權限 這時候透過Power BI直接連接Cube 你就不需要再做額外的克制 因為Power BI透過你的AD帳戶做登錄 當登錄的時候呢 連接到Cube的話 就可以直接展現Cube裡面 這些使用者必須看到 或是只能看到的資料範圍的資料 這個就是有關於全線控管 或者是資料 Data Level Security 的部分 這些都可以直接 跟地端的資料來源 來去做一個整合 所以如果你的User 其實他們就是類似像做完一張一次的報表 然後呢就做發布的話 這時候他可以透過Power BI Desktop 很快的做完 然後往Power BI丟 那他就可以分享給他的老闆 就說他的老闆在行動裝置上面 就可以看到這些結果 那如果從IT的角度 今天如果User做的東西 未來都是要持續做資料更新的 就是透過Power BI Gateway 來去達成這件事情 好 那剛剛我們大概簡單的說明完了 整個Power BI Desktop的設計 以及在行動 在瀏覽器 在行動裝置上面的一個呈現方式 以及如果要做資料更新的話 必須要Gateway的機制 那接下來如果我們想 把Power BI的能力再擴大的話 有哪些方面可以進行 我在前面剛剛有說到 其實Power BI它是IoT這樣的一個架構的展現平台 所以呢 如果啦你今天接下來想發展在Power BI上面去呈現IoT的結果 這時候Power BI它是前端展現成 那如果呢你有你的感應器 那你有這些連接的一些裝置 或者在你的這個整個數據分析裡面 你想要透過機器學習 你想要透 你想要做所謂的即時串流分析 這時候就是透過A9上面的服務 來去達成這件事情 所以呢你的感應器接收的資料 透過Event Hub 可能傳到Stream Analytics上面去之後 直接推播到Power BI網站上面來 就可以做即時的儀表板 比如說10秒鐘更新一次這樣的狀態 所以你可以Money的產線的一個情況 可以監控你的網站的流量等等的 那這個就是搭配A9 來去達到這樣的一個IoT的呈現結果 那在這裡面呢 我想這邊做一個簡單的分享 這是在台灣網站大廳 現在我們在大廳裡面有放上三個電視牆 三個大電視 那這大電視的第一個跟第二個呢 其實在做的就是一種IoT的概念 微軟現在在A9上面提供了所謂的人臉辨識或者感知服務 這樣的一個服務 所以在這上面我們看到左下的這一張圖檔 這個電視上面其實有放了一個HD的CAMERA 所以你人移過去的時候 人到這個CAMERA前面的時候呢 可以投射出你的年齡 你的表情 比如說你是高興的還是難過的 還有你是男性女性 那這個基本上感應器收到的 HDCAMERA收到的其實就是IoT的一個概念 而這樣的一個數據資料呢 接下來就送到隔壁的電視牆 這個Power BI上面來去做即時的呈現 所以當有人做了拍照 或者是有人做了一次掃描之後 旁邊的數據就會即時的做一個跳動 那現在很多客戶其實把這樣的概念 接下來就是要應用在所謂的戰情室裡面 所以在戰情室裡面你可以有即時分析的資料 你可以有預測分析的資料 你也可以有原生的歷史資料的這些報表 全部整合在一起 所以在這裡面呢 我們簡單的看幾個例子 像比如說在這上面這樣的一個指標管理系統裡面呢 這邊等於是它的一個成果發表了 所以它讓大家知道是說 比如說它可能擺在這個迎賓大廳上面 告訴大家說 我過去用什麼樣的方法做的 但現在呢我透過Power BI 從原來的Excel的這種密密麻麻的數字 轉變成了圖像化KPI的結果 而呢這整個成果裡面呢 做了四張報表 第一張報表就是一個宏觀的View 有各自各式各樣的KPI 然後呢第二個就是不同的業務領域 比如說人口統計 那比如說這個增加率 以及這個犯罪率等等的 那如果這個電視牆還包含了觸控式螢幕的話 接下來這些使用者或者是民眾或者是來貴公司參觀的這些訪客 就可以在電視牆上面直接點選這個報表 然後呢直接可以看到這些互動的結果了 所以像比如說在這裡面我們把這個Power BI的報表直接展開來看的話 主要指標裡面我們看到的過去我們在看KPI 大概只能看到一個狀態 但現在透過Power BI 這一個KPI基本上它包含一個KPI裡面至少包含了三個資訊 應該說四個資訊 第一個資訊是實際的數目 那再來旁邊的百分比是同期比 再來我可以看到四年的趨勢 最後呢在這樣的一個情況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燈號是黃燈綠燈紅燈 那通常黃燈綠燈紅燈大概都是同期比的一個結果了 所以這時候一個KPI就可以看到四個燈號的狀態了 那如果再搭配年度的切換呢 就可以看到不同年度它的一個狀態是不是有跟著做改善 那另外一個例子呢 在這邊比如說這邊是一個電廠的資料 這個電廠的資料裡面呢 它看整個發電的效能 它看發電的一個所在區域的一個供給 最大的可能是在中部地區 那同時呢下面直條圖裡面它有兩種資訊 黑色的線是實際狀態 粉橘色的線是預測的狀態 所以在Power BI上面可以呈現即時資料 可以呈現KPI資料 也可以呈現你透過Machine Learning 透過Data Mining 或者透過R跑出來這些模擬分析的結果 全部可以整合在Power BI上面 所以到目前為止我們剛剛看到的整個Power BI它有 即時資料 那它也有可以連接地端的資料 它也可以去做所謂的預測資料 那在這整個Power BI的資料架構流 資料流的架構裡面呢 如果今天你的這個即時資料呢 全部來自於雲端 你可以選擇透過Agile Event Hub Train Analytics 透過這一條全部是雲端對雲端的服務 就把結果直接推播到Power BI網站上面來 但是如果呢你的資料來源 比如說你可能是放在Hatoo上面 你可能是放在Data Face裡面 或者是你放在Lock File裡面 你也想把這些資料呢 變成一個即時資料來推播上來 那這時候你可以透過Power BI的Race API 寫一個小程式去取 不論是地端資料庫的資料 還是Lock File資料 把這些資料推播到Power BI網站上面來 所以這一邊呢就可以去達成這個即時資料的分析 那如果呢你的資料是來自於地端資料庫 來自於地端資料庫的資料 還有某些屬於資料庫類型的這些系統 就是透過Power BI Gateway來去做連接 所以呢可以直接做到更新 也可以直接做到直接查詢 所以Power BI可以直接滿足即時資料 歷史資料 直接查詢資料 這樣的一個應用 那最後一件事情 我們通常在討論報表的時候啊 會發現在報表上面 我們想知道到底現在狀態是什麼 而我們想在這上面留下一些comment 也許有部分的朋友 有朋友知道說 微軟現在announce的Teams Microsoft Teams這樣的一個平台 可以在上面去做討論 或者是文件的分享 那在這上面呢 這是Teams的介面 那在這裡面呢 Teams同時可以整合Power BI的報表 所以意思是說你稍微想像一下 你可能可以在 比如說在line上面 如果要討論報表的話 基本上比較難 但是現在透過Teams可以直接把這個報表 簽在這個Teams裡面 然後直接針對報表的內容 來去做討論 而你討論的時間呢 基本上在這裡面有一個訊息符號 右上有一個訊息符號 這個訊息符號展開之後呢 就可以看到大家討論的一個結果 所以在這裡面呢 不管是你用在 像我們剛剛看到的KPI管理 還是看到人力資源部門的招募作業 這邊看到的目前整個公司的人數 平均的年資等等的 這些包含我們剛剛在Power BI上面 在行動裝置上面 可以互動式分析的結果 在Teams上面一樣也可以達成 而這邊的資料 會跟Power BI的資料直接來去做同步 所以未來如果要做報表的討論 像有的客戶他就想到了 接下來我這樣的報表呢 可以給我的高階主管 他們設立他們自己的高階主管群組 報表就在上面直接做數字的討論了 對他們來講變得非常方便了 所以這是Power BI整合Teams的一個好處 那並且呢 可以看到大家對於這些數字上面的想法 以及意見的交流了 好到目前為止 我想我已經把整個Power BI的介紹說明完了 那接下來就是大家要怎麼開始 可以直接上 www.powerbi.com 先下載Power BI Desktop 那下這個通訓是免費的 下載完之後大概100MB吧 你就可以直接使用Power BI Desktop 來去設計報表 最快的方式就是連接你的Excel檔 然後去把Excel過去做樞紐分析表的概念 透過Power BI做呈現 當然接下來如果你需要做的是你想做發布 在行動裝置上面看到這個結果 這時候Power BI有提供適用 所以在這裡面呢 你就輸入你公司的Email的帳號 Email address 輸入進來之後呢 就可以直接做適用 整個申請過程大概5分鐘就可以完成了 那接下來呢 你就可以把Power BI的報表直接做發布 那這時候大家可能會想 那在Power BI上面的授權呢 這邊我想簡單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Power BI的授權基本上兩種 一個是這在官網上面你也看得到 就是免費版跟付費版最大差別是什麼 如果你要做即時資料更新 你要整合資料庫 你還要整合AD的帳戶做single sign on 這時候對企業來講就是使用Power BI Pro 所以呢 只要你符合這些需求 基本上就是使用Power BI Pro的版本 那以目前來講幾乎客戶大部分都需要連到資料庫 所以呢 大部分都會使用Power BI Pro的版本 並且要做安全性的控管的話 跟AD帳戶做整合 這是必要的 好 那如果說你想要做進一步學習的話 想要看更多的範例 在我們的網站上面 有解決方案的範本 你從部門的角度 你從產業的角度 甚至你要連接SAP P這邊我們都有範例來跟大家做說明 而在這網站上面同時也有範例報表 這些範例報表有的還蠻精彩的 像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畫面 或者是這個航空公司的範例 而航空公司的範例裡面還包含用到了3D的物件 比如說你AutoCAD做出來的這個結果 直接可以在Power BI的報表上面 點了某一個飛機引擎的物件 這時候統計圖表就會跟著做改變 這個就是Power BI可以客製化的強大功能 所以你現在看到這幾個圖像 以及我剛前面舉的幾個報表 基本上都是有客製化物件的結果 那這些物件 基本上有的已經公開在Power BI V9的網站 有的是你自己可以來去做客製的 那如果說你是做行銷的 在這裡我們剛剛前面看到的有GA的資料分析 但是在這裡面 你如果有在經營推特的話 這邊可以看這個範例 推特的網站怎麼樣 怎麼樣跟你的投放的這些資訊 來去做整合分析 這裡面有推特的版本 可以給大家做參考 最後如果你想要自我學習 這裡有不同的導引方式 從怎麼樣安裝Power BI Desktop 怎麼樣開始入手這些導引式學習啊 文件啊等等的其實寫得非常完整 而且是圖文並茂的 這大概是微軟第一次做了這麼 這麼詳細的這種線上說明文件 所以大家可以在這上面直接使用 好我想我的內容就到這邊 接下來有一些時間我們開放QA 讓大家看順便回覆一下大家的問題 好這邊有第一個問題是剛剛提到的行動裝置可展現 是因為有購買OV365或者OneDrive就可以了 在這邊基本上如果你要做行動裝置展現的話 第一個你一定要註冊Power BI的帳戶 這個部分呢 Power BI我們剛剛看到它有獨立授權 所以簡單來說 這時候你沒有OV365 你沒有OneDrive 但是如果你註冊了這個Power BI的話 其實就可以直接使用Power BI這個服務了 所以Power BI這個服務可以單獨授權 但是像我剛剛舉的那個Teams 其實它就是跟OV36 Power BI跟OV36整合在一起 所以初期你可能只想試試看 這個Power BI的行動裝置呈現 那這時候你只需要先在Power BI網站上面去做註冊 就可以直接適用出這個結果了 然後Power BI Desktop有計劃出Mac版嗎 嗯...截至目前為止 這個 這個 還沒有比較明確的資訊 所以這個我們可以在 呃... 我剛剛分享的這個網頁 我看一下喔 這邊有一個 提供意見反應 或者在社群上面 也許我們可以在上面找一下 看看大家有沒有針對這個Mac版的一個 應該說意見回饋啦 所以目前或者是接下來我們可以 您可以在問卷上面特別寫一下 那我們可以在問卷之後呢 來跟你做進一步的答复 好 再來的問題是QA查詢是使用英文 但報表和儀表板上的資訊是中文 也能搜尋到資訊嗎 好 以中文來說啦 以中文來說 基本上 英文的話 它其實比較接近於自然語言的方式來去做查詢 那中文的話 目前查詢的方式 你可以直接輸入中文欄位名稱 中文欄位名稱 來去做 等於是把欄位名稱放進去之後呢 來去做查詢 所以你輸入的 最基本的關鍵字 中文欄位名稱一定要對 那它就可以找到結果了 好 好 接下來問題是 到底POWERVI FREE跟POWERVI PRO的版本有什麼差別 那這一個朋友問的是說 呃 POWERVI PRO跟POWERVI有什麼樣差別 那我剛剛在license的部分其實有提到 POWERVI的授權 只有POWERVI PRO跟POWERVI FREE這兩個授權 那最大的差異就是 如果你要連接到資料庫 你要連整合AD 你要整合全線控管的話 基本上你都需要用到POWERVI PRO 那POWERVI跟POWERVI DESKTOP 是兩件事情 POWERVI DESKTOP是工具 就像Excel設計工具 POWERVI 如果你說POWERVI的話 我們一般泛指的是POWERVI這個雲端服務 也就是說你POWERVI DESKTOP設計完的報表 其實就要做發布的動作 發布到POWERVI上面才能夠做展現 R以及POWERVI應用範圍有什麼不一樣 POWERVI基本上它是展現工具 我們把它類比成Excel好了 我們在Excel上面可以做樞紐分析圖 樞紐分析表 但是R跟Excel有什麼不同 基本上我們知道如果有用過的 就是在Excel上面可以裝R的增益集 這時候就可以跑R的這個統計結果 同樣的在POWERVI DESKTOP上面 過去它就跟Excel一樣 只能做樞紐分析圖樞紐分析表 但現在POWERVI DESKTOP其實可以直接載入R封裝了 所以意思是說你可以透過POWERVI DESKTOP 其實就是做R那些統計結果 比如說你做了預測 你做了分群分類這些結果 直接透過POWERVI DESKTOP 以及POWERVI來去做展現 所以它等於是把R的結果來做展現了 MongoDB MongoDB 我記得 它應該可以 OK 這邊的問題是說POWERVI 能夠即時串聯MongoDB嗎 第一個MongoDB在POWERVI上面 我們剛剛在界面上面應該沒有看到 直接的 的這個資料連線的item是MongoDB 但是MongoDB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它底層數是 progressDB 或者是這個 可以用ODBC來去接MongoDB 那假設可以接上的話 接下來第二件 第二個問題是要做即時呈現 那剛剛我有提到說 即時呈現 如果你是資料库的話 基本上資料库 它預設的情況底下 它不會做即時資料的推送 所以這時候你可以透過POWERVI的RES API 連接到MongoDB 然後把這些資料 透過POWERVI的RES API 推到POWERVI上面去做即時呈現 那就變成是你必須要寫個小程式 RES API 來來去比如10秒 撈一次MongoDB的資料 就是透過這樣的方式來達成 再來問題是 剛剛有提到資料查詢 全線整合部分 是使用 使用 SQL Server這邊的設定嗎 好 第一件事情是 Power BI Desktop 它可以直接去指定資料的權限 也就是說在 Power BI Desktop上面 你就可以直接去指定 你的同事可以看哪些資料 第二個 如果你在資料庫裡面 像比如說現在SQL Server 2016 可能對於Color已經可以做到全線 控管了 或者你在SQL Server的NX Service上面 已經做了使用者全線在上面 這時候 Power BI直接去連接這兩個 剛剛我說的這些資料來源 而且這些資料來源在資料庫本身 或是在Cube本身 就已經賦予全線的話 它就直接套用 所以當User打開這個Power BI爆表的時候 因為我有帳號登錄嘛 所以我認到了這個使用者 比如說NG的AD帳號 那我在Cube或者在資料庫裡面 我只能看台灣的地區的資料 這時候我的帳號跟資料庫給我的全線 就直接串連在一起了 所以這時候就直接帶入 我在資料庫裡面可看的全線 所以以全線這件事情來說 兩個做法 一個是直接在Power BI Desktop上面做 那這時候User要一個指定 那如果你們的架構比較完整 在資料庫那一層或者是在Cube那一層 已經整合了AD的這樣的一個 Data Level Security全線的話 其實就可以省去在Power BI Desktop 手動指定的方式了 所以兩種方法 在問題是手持裝置 手持裝置是否會自動偵測畫面 然後自動調整排版 減少使用者左右滑動的不方便 好在iPad上面基本上 因為iPad解析度配的 應該說配的上面解析度是比較高的 所以它基本上就像瀏覽器上面 是全幅 也就是爆表就是直接做全幅展現 那超過部分它還是會稍微需要做一下移動 但多半的情況底下它是可以直接做全幅展現的 那在手機上面的話 它有兩種模式 一個是你如果手機是直式的話 它會把這個爆表 應該說把儀表板直接拆成一個一個的物件 從上到下瀏覽 所以這時候你需要做上下的一個滑動 但是如果你把手機橫過來看的時候 它會又是一個它會是一個全幅的狀態 所以它會自動簡單來講 它就是會依據你的行動裝置 來去調整解析度 調整瀏覽的模式 但是多少如果你真的爆表或是儀表板做的 應該說儀表板做的比較大的時候 它還是會需要稍微做一下這個畫面的滑動 這個是免不了的 再來是若SQL Server 2016有加密跟遮罩 就是去識別化的話 這些欄位對應到Power BI也能直接使用嗎 這時候在這樣的一個去識別化結果裡面 你能夠你當然這些資料可以進得來 但是這些資料裡面的內容你是看不到的 你能夠做的就是統計這些資料 我說做資料的統計 以及做資料的運算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你是可以看到這份分析的大方向 比如說客戶的會員資料 它的名字全部被遮起來了 但是你想看在不同的時間點 每個小時的時間點裡面 這些會員的瀏覽人次的技術 這時候基本上你可以做技術的這些事情 所以還是可以用 只是看你怎麼用這樣的一個資料內容 授權的話 在這裡面 如果只可以指某個部門購買嗎 還是一定要整個公司購買 Power BI它是租用制的 所以有多少人需要使用 就買多少個授權就夠了 所以不代表全公司都要購買 所以一個部門有五個人要用 就是五個人購買 如果今天有公司 全公司裡面有不同的部門 total有50個人要使用 這時候就是50個人要購買 而它不分所謂的看的人 看的人跟設計的人 反正只要要進入Power BI網站上面 看的人都需要有這個授權 都需要有一個賬戶 而免費版跟Pro版不能夠混用 不能夠混用 所以也就是說你用Pro版做出來的這些結果 基本上是無法分享給免費版的 Pro 這邊問題是Pro版本 9.99美元 每個月 每個人 但是如果是政府採購 數據要呈現給民眾 請問採購策略 需要購買的新授權數 怎麼樣做評估 Power BI的授權最基本 我們剛看到的Pro 只要是員工使用 它就必須要有授權 但是如果你的報表要分享給外部使用者 Power BI網站上面 你做完的報表有一個功能叫做Publish to Web 那Publish to Web這個機制呢 就可以直接把報表變成公開 網站的內容 報表內容 所以對外的 對外的 給民眾看的 基本上是不收費的 所以如果你到Power BI的網站上面 你看到的那些報表 Power BI網站上面公開出來的那些報表 基本上都是透過Publish to Web機制 所開放出來的 所以這個是不需要授權的 但是只要是員工要用 就一定要授權 但如果你想的是 哎這樣很好啊 那我就把所有的報表都變成Publish to Web 然後呢我就簽在我自己的公司內部的網站上面 我買一個授權就好 全公司人都可以看得到 可不可以 技術上面來說可以 授權上面來說不可以 就是這樣子 接下來問題是有建議 讓Power BI Desktop 個人使用電腦的硬體規格 電腦效能才不會太差 我剛剛前面舉的例子裡面有提到說 基本上4G記憶體 64位的電腦裡面呢 大概可以載1000萬筆的資料內容 當然這會取決於你的記憶體有多少 所以因為它是記憶體運算嘛 你超過了記憶體的載 它一定會發生 它一定會發生 應該叫做 應該說 會騙住或者是等於會當掉了 所以基本上它還是有這樣的容量上的限制 那不代表說你要把所有的資料都拉進Power BI Desktop來去做分析 我想在這裡面 這個是一個基準 4G的大概可以載到1000萬筆的資料 但我們在做初步的一個資料分析的時候呢 基本上我們可能會採取Sample的方式 來去做這樣的採樣測試 或者接下來呢我們會在資料庫那一層 把原來我要看一年的資料 一年資料我需要用1000萬 比如說我要用1000萬筆來呈現嗎 或者我把它匯整成 10筆的方式來做呈現就夠了 所以這個是資料上面 資料 數以叫做資料力度 的一個問題 那我想基準 或者我們實際上面做過的結果 1000萬筆在4G的電腦上面 其實還是可以跑得很順 大概是這樣子 這邊說也就是說R需要Coding完才能用PowerBI來去做展現嗎 基本上PowerBI可以直接載入R的封裝 所以說Coding完這邊建議您可以上YouTube上面去找PowerBI&R 就可以找到這個範例了 那看完那個範例您大概會知道 怎麼樣讓PowerBI跟R整合在一起 我這樣用講可能比較不清楚 所以我會建議您可以直接上YouTube上面去找PowerBI&R 就可以找到你要的這個答案了 儀表板 這個問題是報表的儀表板上的分享可以全線控管嗎 還是全部的人都看得到 預設情況底下你的PowerBI發布上去的報表跟儀表板是只有你自己看得到 但接下來PowerBI有幾種方式可以來去做分享 第一個 我直接分享給某人 某人就是公司裡面的同事的帳號 我分享給某個群組 或者我可以把它發布給整個公司 所以有這三個模式 所以預設情況底下是你放上去的報表是人人都看不到 可是如果你整合了這個群組的話 你可以直接發布到群組去 這時候群組裡面的人就都可以看得到 群組裡面的人看得到 接下來就會是Data Level Security全線控管 也就是這張報表打開之後 背後到底是附於什麼樣的資料全線 就會根據不同的使用者看到 在同一張報表上面看到不同的結果 透過API的方式 也要有PowerBI Pro的授權 這個問題應該是說 如果我透過了PowerBI的RADS API的話 我推送了這樣的一個 即時資料上去的話 需不需要授權 基本上你要推送上去的時候 一定是推送到某個人的帳號上面去 所以呢 推送的這個對象 就是需要有授權的 所以最起碼你需要有一個PRO的授權 才能夠做這件事情 這邊提到是否能夠直接引用 之前在Visual Studio開發的Crystal Report 報表是連接MS SQL Server 這個的問題是 好我先從問題上面直接來回答 不行 不行 那假設說 因為這接下來會有幾個延伸 因為特別提到 報表是連接 SQL Server Reporting Service 基本上Crystal Report這件事情是不支援的 但是如果 你接下來報表是用 嗯 SQL Server Reporting Service 開發出來的 Power BI的 App 我說Power BI的 App 就是在行動裝置上面的 App 現在是可以直接連接 SQL Server Reporting Service 所以意思是 SQL Server Reporting Service 報表 可以在Power BI的 App上面來做呈現 但是沒有支援Crystal Report 請問Table最大 最大 請問Power BI 與Table最大的幾個差異 除了與微軟軟體的整合性之外 其實這個問題我用客戶告訴我的答案 來告訴大家好了 因為我去客戶那裡的時候 我問客戶說 你都有了Table 或者是你有其他的BI工具了 那為什麼你想要 Survey Power BI 第一個問 第一個 第一個答覆是 User覺得不好用 這客戶告訴我的 User覺得不好用 因為他們覺得 這些工具跟Excel 基本上 還是有一段的落差 所以有點顯得格格不入 所以後來基本上 IT的角度 其實會覺得這些工具很好用 我也覺得其實都是不錯用 但是對User來講 特別是今天你這樣的工具 要給User用的時候 他們會覺得不是很好用 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是 Performance的問題 第三個是license的問題 所以客戶告訴我的 幾乎告訴我 大概都是這三件事情 那如果你說在設計上面 我認為這些工具 Table, QuickView, Power BI 基本上都是現在時下 最平易近人 或者是最容易上手的BI工具 所以在功能上面 我認為沒有太大的差別 展現面上面沒有太大的差別 但是 Power BI 如果從IT的角度來看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剛前面提到的 你可以客製化這些統計圖表物件 這是別人沒有辦法做到的 那很多客戶其實 後來特別進入到IoT這樣的領域的時候 他們有自己的廠區圖要畫 有自己的物件要上的時候 所以這些可開發的坦性 對他們來講 其實是還蠻有利的 接下來問題是 剛有提到連接資料庫全線 Power BI能夠直接套用 若已經有O365 A9 AD 是指 MS SQL 也要加入同一個O365的A9嗎 同一個O365的A9AD嗎 應該說這整件事情 最後會變成最極致的狀態是 你會同步一份AD的帳戶到A9AD上面 然後你的Power BI的使用者直接用AD的帳戶就可以做登錄了 所以應該就是說 整個來講就是SINGLE 3樣的概念 所以 這上面 最後 全部 現在客戶在使用O365 或者使用Power BI 其實最後都會做AD的一個整合 所以應該說 你AD的這些帳戶最基本會同步一份到A9AD上面 所以這整段等於就是全部打通了 所以當他使用AD帳戶做登錄的時候 其實他User不用管我到底是用A9AD還是用我地面的AD 反正他就是用他在公司裡面的AD帳戶做登錄 這時候所有的權限就直接透通 所以這次在後端架構設定跟帳號同步的事情 處理完之後就可以直接達到這些效果了 接下來問題是 我是開發者 當對不同客戶 客製開發提供儀表板查詢 這樣授權該如何處理 這個的意思應該是說 我今天做完的這些報表 現在是我在公司裡面使用 可是我的報表呢 可是我的報表 基本上我想可能要透過對外服務 所以我可能會開發在我的網站上面 我的客戶的網站上面 或者是我可能會開發在我的APP上面 把某個Power BI的報表直接做遷入的動作 如果你要做的是把Power BI的報表 再做另外一層的客製 所以就客製在我的官網上面 客製在我的會員系統上面 客製在我的APP上面的話 這時候請使用 Agile的Power BI Embedded Agile上面的Power BI Embedded 這個服務 他就是在做這件事情 開發給你的協力廠商 或是開發給你的其他客戶 這時候的計費方式 就不是用Power BI Pro計費方式 也就是說 Power BI Pro你是設計者 你會有Power BI Pro的授權 但因為你要再開發給廠商 或是開發給 在開發在行動裝置 你的APP上面來做使用的話 這時候的授權 會歸到 Agile上面的Power BI Embedded 來去做授權的處理 那 這個Power BI Embedded 授權可以直接參考 Agile上面的 Power BI Embedded 上面有提到 怎麼樣去做這個授權的計算 所以這兩個授權是分開來的 這邊有另外一個問題提到說 分享出去的iframe能藉由網址實現全線控管嗎 iframe的機制基本上 我們先不談說 你這個iframe是直接分享給外部 我們先不談這件事情 我們說內部使用 iframe 然後用在內部使用的話 基本上 你如果全部整合了singlesign 包含你在你的網站上面做了 也是透過Windows整合認證的話 如果不是Windows整合認證 但是你後端靠的是singlesign 那樣的話 基本上他打開這張報表的時候 他應該已經帶入他的AD的帳號跟密碼 所以理論上 他是可以呈現這個全線控管的結果 那如果呢 你這邊是分享給外部的使用者 基本上在外部使用者情境裡面 我們通常就不會考量到 所謂的全線控管的這件事情 因為有可能你變成的是公開報表了 好 那我們如果還有一些沒有回答到的問題 我們會在後面再跟大家做 從問卷來去做回覆 那我們的今天的課程 在一分鐘之後要關閉了 好 那記得 在這個地方請大家記得要上來填問卷 那希望今天參加人數應該還蠻多的 希望大家可以充超過100個人 然後看看誰有機會可以來拿到這個GoPro Hero5 我自己有買一台還蠻好用的 所以 鼓勵大家填問卷 然後呢 看誰是最幸運可以拿到這一台 好 那我們今天的課程就到這個地方 好 謝謝大家參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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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謝謝 各位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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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